委員長我們以前也許沒有共識過也並不熟識 但我期待在最後這個階段 你可以幫喬委會留下一些好的記錄 或者留下一些好的事情 可以讓接續者可以把事情做好來 我第一個要請教你的是 貴委員會有一位人員叫郭大文 你知道他現在編制在哪裡 在一位波士頓喬教中心的主任 郭大文現在是波士頓的喬教中心 是我們編制內的人員 那你知道2015年7月11號 馬英九總統到波士頓訪問China Town的時候 有發生一個抗議事件 這個事情你曉得嗎 有 就在那個牌樓底下 對這抗議事件 我們僑委會的立場是保持中立 壓制 還是有特定的立場 我們去疏解 疏解 對 我們需要能夠跟他溝通疏解 怎麼溝通怎麼疏解 當然是透過我們的住外的僑務人員 去跟他們繼續的溝通 你知道我們常在僑外活動 不管波士頓Chicago或者Ann Arbor那邊 是 我們最忌諱的就是曾經發生過收集名單 收集相片的事情 國防部最近統出了皮漏你曉得嘛 知道 今天記者不多啊 是 郭大文這事情 在7月11號 台僑去進行和平抗議 你們僑教中心發動老僑 還有農民中心的僑界 你說他們自發性的 我也尊重 然後呢 僑教中心主任 郭大文 去向抗議的人 照相 收集資料 還被當地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一個教授 去詢問說你在幹什麼 你們有授權你們僑教中心主任 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我想我們辦任何的僑界的活動 那僑教中心 抗議活動不是你們辦的 不是 我是說在僑界有任何活動 他們把 不是 你們有授權 喂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授權你們宿外的人員 對我們的僑胞拍照 收集資料嗎 我想這不必授權 因為他們有僑界發生任何事情 他們要做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 所以這是你們的工作 就是把名單整理起來 告訴你這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這是你們的工作 我們並沒有 我們這一次 那個你剛剛提的這個事情 我從頭到尾沒看到 郭主任報這個報告 所以他拍照幹嘛 我想他只是在 看在臉書 個人的記錄 人生的經歷 我不知道 我們沒有收到 他拍照照相片 他在拍別人 被人家拍下來的相片 我都有 但是我們 我現在意思是說 有些事情 以前你們這樣幹 不代表現在可以這樣做 今天我們是服務所有的僑胞 政治立場不同 都尊重 老僑我尊重 農民中心我尊重 台僑立場我尊重 愉悅法律 那個地方是美國 美國警察可以處理啊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我們沒有要求他做拍照 第二個 他拍照我也不知道 第三個 我們也沒有看到他的報告 那你講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沒有要求 那這個人做了這樣事情 你要不要處分他 還是不要要求他 起碼做個報告 為什麼要幹這樣事情 我想他那一天那麼多人在現場 幾千人上萬人在現場 那麼多人大家互相拍照 我說拿這個理由我去處問他 我覺得 委員長 他今天假如他寫的報告 或是說用這個報告做的不對的話 委員長他寫的報告你也不會給我看啦 他寫的報告你也不會給我看啦 寫的報告拿在這邊的話 事情都大條了 我現在跟你講 在兩個不同意見的群眾抗議現場 我們國家的公務員保持中立 最多如果你是隨乎警衛的話 維護元首安全我都可以尊重 進行情資收證 不是你們的工作 連國家安全去做這個事情都要躲躲藏藏 堅持說沒有 你們還公開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要求你 他做了什麼事情 請他提個報告 在這個會期內 送到我們委員會來 他那天在那裡做什麼 為什麼要對台橋拍照 為什麼要去詢問對方的個資 我想可能委員真的對郭主任有所 郭主任是一個非常 我不是針對個人嘛 我在跟你談事情 他是十大結束青年 十大結束好人 跟這事情有什麼關係 我在跟你談事情 他如果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報告寫好 我可以看嘛 也許怨問他啦 但是他如果去詢問 任何個人的個資 不管這個人屬性是藍是綠是紅 都不可以啊 這不是你們該做的事情 你說要掌握狀況 掌握情資 這不是你們的事情 所以請郭大文主任 他在那一天的現場 擔任做什麼樣的工作 做什麼事情 提一份報告 送到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 可不可以 這個提一份報告 我們絕對可以 可是我對他 我對有信心 他絕對不是做 你對下面那一排都要有信心 要不然你怎麼當委員長 我不是在問你這個事情嘛 我是告訴你說 有些人可以做 有些人不能做 好 我想我會請他寫一個 好第二個 你們的 這個對外補助 是 跟對內補助 金額其實 說大不到 說小不小 我以 我練一些金額 105年度的話 你們對外的 獎補助款 捐助的部分是 1億7911萬4千元 這個是對外 對內的話 是4311萬元 沒錯 對學生的獎補助 就是喬生的獎補助 是1億0289萬1千元 其他的補助及捐款是六千五百七十萬一千元 如這個副表 這是根據你們資料 這大概不會有錯啦 是 那就預算 去年通過了我也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是 本席比較好奇的部分在哪裡呢 我那邊有一疊資料 這個你們對 國內的補助 在你們的預算比例是小的 就是 講補助一些 喬生來台灣讀大學 本席是鼓勵的 我鼓勵你們 讓全世界 優秀的 台喬子弟 回台灣讀書 我都贊成這個預算 多一點 我都沒關係 然後呢 來 我給你一個示範看一下 秘密麻麻 一大碟 我剛才放在桌上 忘記拿過來 你們對國內的講補助的 公布 細目細到一個個人 石某某 就讀某某大學的補助款 多少錢 非常仔細 明細非常清楚 這個四千多萬的對內補助 你們的明細沒有問題 但是你們對國外的補助 沒有 沒有你們長久的理論是什麼呢 不行 我們公布之後呢 會造成中國加碼 會造成我們喬舍的不合 惡性的鬥爭 我還是回到一個 基本的法律的概念 我們的不管是 資訊公開法第七條 第一項第九款 支付或接受的補助 因屬公開之政府資訊 我剛才聽到喬委會一個理論是什麼 因為怕鬥爭 我們在台外不要掛國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會怕鬥爭不掛出來嗎 因為怕鬥爭 因為怕我們的僑建 從來不是我們的立場 因為你剛剛 剛剛你在這個達詢的時候有講這一段話嗎 我們不會說我們不掛國旗 因為怕僑建的鬥爭 對國旗這個部分我們不要特別堅持 因為掛旗會有討論 會有爭吵 沒有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 民間可以這樣講 國家不能這樣講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講 我想這個 老蕭不認同 他去認同五星旗 請便 因為他是外國的公民了 我現在跟你講的 獎補助款也是一樣 我因為怕公佈數字 中國會加碼 那我告訴你 我們就編零就好了 我們都不要公佈 他不知道 我們都可以保持住 這不能形成道理 中國不會因為你有沒有公佈 他對外的預算減少 也不應該作為你們公佈政府資訊的參考 除非這是國家機密 我們列作秘密資訊 如果他不是國家機密 不是秘密資訊的話 你對外的獎補助款 這幾億元 有什麼道理不公佈 你對內 對內的喬生 公佈到個人 你看我隨便找一筆 隨便找一筆 他裡面就讀什麼 新生醫護管理專校 某個人 你們公佈到個人 我們對外的喬社團 你們都不公佈 我想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近幾年來 我們每年我們都把我們這個 獎補助的清單送給委員來過目 我講的不是 但是我是覺得 真的委員你要再思考一下 這不只是說只有對對岸的一個資訊 其實也牽涉到我們僑團之間的平衡 是誰來申請 這些 公佈了以後的後遺症 我覺得非常大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 我們送到 外交級國安委員長 大家看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隱瞞 我再跟你講一個國家的正常話 當你公佈 你當會後遺症 某社團為什麼是200萬 某社團是200塊 你會有困難 但是你會有專業的評估 那個就值200塊 這只補助200萬 為什麼某一個Mazzurri 或者某一個Festival 你補助這個價錢 某一個人就補助那個金額 當你公開初期 好像會人情事故上 競爭上的困難 可是你是代表 主席抱歉好 我還有兩分鐘 當你代表國家執行公務的時候 你利用這樣的公佈 你可以讓接受補助的社團知道 我要導引你往哪個良善的方向走 我可以這樣依法補助 你這個理論如果可以成立的話 我們在國內內政部的講補助款 我們各縣市政府 社會局或者民政局的補助款 都不用公佈 因為公佈不好意思 公佈會有競爭 社團之間會失和 喬社是我們要努力爭取的 可是不能因為努力爭取之後 我們有一塊變黑箱蓋在那裡 我們那塊全部提送到 委員會來看 我們絕對不是黑箱 委員你絕對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資料 委員會可以把你公佈到網上嗎 我想這個部分不理宜 不理宜 就不理宜嘛 我所以在跟你討論一個概念嘛 當你對社團的講補助 你可以把它分兩塊 屬於你認為不疑機密的 你就機密把它保護起來 應該公開的 那難道我們要去修法 修改我剛才講的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七條 修掉 所有領資 資領補助的 因為陳世維委員長 那會不疑 修掉 法律寫在那裡 那你告訴我為什麼不公佈 我們上次我想在上一屆的委員會 每一屆都討論這個嘛 我們有在那邊做報告 那委員會接受我們的看法 那也這樣形成一個做法 上一屆的救命已經過去了 我現在只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你的講補助 有試社機密的部分 我可以尊重社外有一些機密 不一定要公佈 對一般社團的公佈 你把它公佈出來 除了可以讓這些社團知道 原來這樣子可以補助多一點 像比如少一點以外 你有個施政的方向以外 會讓你們的講補助 成為一個國家公期的運用 而不是個人關係好壞的補助 本來就該如此 如果你要說服委員會說 沒有這個蓋起來比較好 你的理由還不充分 也還不符合我們國家法律的要求 不可以把對外這些台橋鄉親社團的補助 變成我們沒辦法公佈在網上的黑箱 除非把政府資訊公開法修掉 否則你沒辦法說服本席 你們去思考 我希望如果你在你的最後任期的這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如果可以定下一個規矩 把你的講補助 分成可公佈跟不可公佈的 也許你會成為史上最好的委員長 我們來試試思考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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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請羅資政、羅務員 主席 麻煩請陳委員長 委員長 佩喜 羅委員好 委員長長 我們常講一句話 叫民政才言順 對不對 是 所以名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可以幫我翻譯幾個名字好不好 Polish Virgin Islands 怎麼翻 鷹鼠圍軍群島 沒錯 鷹鼠圍軍群島 對不對 對 French Garena 法屬圍軍群島 沒錯 對 這個怎麼翻 這個是不是 美屬薩摩亞 American Samoya 美屬 薩摩亞 美屬 薩摩亞 對不對 Chinese Taipei 怎麼翻 中華台北 你電腦自動翻譯機啊 叫中華台北啊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推的叫什麼 中鼠台北 當然啦 我們自己叫做中華台北 可是你都懂得 以上其他名詞 當它出現 所有格等等的時候 你自動把它翻成 英屬 法屬 美屬 那為什麼挑到Chinese Taipei 變成中鼠台北 這當然不是教委會的問題啦 我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說 當一個名詞在國際社會上使用的時候 給國際社會的這個印象 或給社會的解讀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海外的工作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海外的留學生 對不對 對 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哪一個是台灣的 中國同學會還是台灣同學會 現在我所了解 大部分的在美國的大學 都改成台灣同學會 台灣同學會嘛 因為什麼 中國同學會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很容易造成誤解 跟誰誤解 跟對岸 跟對岸的嘛 那你知道 對岸所有的留學生 在國外的校園裡面 都用什麼同學會 對岸的同學 用什麼名稱 用什麼名稱 他應該也是用中國同學會 就是用中國同學會嘛 對 所以不要搞混 對不對 連我們的年輕朋友 在海外都知道名稱是很重要的 對 不要引起認同也好 或外國人的誤解 對不對 好 委員長我請問一下 OCAC長久來這個名稱都沒有變 對不對 叫僑務委員會 對 最早叫什麼 對 Office i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 不 Commission Commission 最早叫Commission嗎 還不是叫Council 對 Commission 好 民進黨時期 因為擔心這個 所謂Chinese會引起誤解 所以凱雷名詞叫做什麼 Compatriate 沒錯吧 對 也叫OCAC 對不對 Office is Chinese A Compatriate Affairs Commission 對 怎麼翻會比較好 Office is Compatriate 翻成中文怎麼翻 海外的同胞 事務的委員會 沒錯吧 對 告訴我你們現在怎麼 你們現在的義務名稱叫什麼 現在就是第三個 就Office is Community 對 Office is Community Commission還是Council 到底叫什麼 Council 對 我把這個名詞給我在東吳大學教書的外國學院看 沒有一個人搞清楚什麼叫Office i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翻成中文給我聽一下好不好 如果直翻 Office i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名稱是上一屆的外交級 我知道 但是當時喬委會的立場是什麼 接受 還是不得不接受 還是覺得這個名詞沒有關係 因為當時這個委員會這邊是強力要求說一定要接受這個名稱 所以我所知道當時是吳前委員長的時候 他原來是恢復到原來的名稱 但是因為有很大的反彈就改 改了以後這個是兩黨當時接受的一個共同名稱 我只想了解一下 Office is Community 如果直翻你會怎麼翻 應該是海外社區 海外社區事務 海外社區事務 對 委員會嘛 這是一個NGO嗎 對 不是 我想這個部分是用它的意義 對啦 因為這個工作的意義 我們確實在做海外社區的工作 可是任何外國人或任何在地的人 如果不是我們的 包括連我們僑界搞不好看到這個名片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單位啊 我當然同意 這是上屆的委員會裡面做的一個決議 對不對 可是我們擔心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名詞的誤導或誤用 會不會讓我們僑務工作出現一些困難 當然你會說 我們主要服務僑胞他們都懂我們是什麼 可是外國人是不太懂的喔 好 這個只是一個名詞的部分啦 未來我們會有相關的檢討 這也不是你們的錯 我只是提醒大家 這個問題的重點在什麼地方 僑務工作的資源是非常有限 剛才幾位委員都提到了 所以錢要擺在刀口上 委員長你同意吧 是 你說市值一不多啦 可是也很多啊 人民的納稅錢 是 所以錢怎麼花在刀口上 把它極致 花揮它的效果這很重要 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華僑跟老僑之間的問題 在資源分配上 或說我們講傳統老僑 跟現在的台僑你的資源分配上 有沒有一個重點 還是大家平均分配 不是不是不是 重點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有的 所有的經費的分配 都是因為辦活動 以活動來做它這個 那問題啊 誰申請的啊 對不對 那當然是現在目前 台僑社區 活動非常的 活動非常活躍 我問一下 所以一定是台僑 在你們工作裡面 台僑跟華僑的定義 或老僑的定義是什麼 新僑跟老僑的定義是什麼 有沒有這個定義 我們並沒有做著很嚴格的劃分 或是定義 因為華僑這個字眼本身 就不是一個法律字眼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 意義了解這樣子 那當然台僑部分 大致上稱的都是 從台灣出去的 這個僑胞 這個僑胞大概我們在 目前有資料 包括留學生出去 還有台商出去 加起來大概有 那我請問一下 委員長 僑借的社團 或者是一些 團體 拿 同時拿兩邊的資源 或補助的情況 多不多 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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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主動不給 還是他們也不來 跟我們申請 他假如靠過去那邊 我就不會給 這是確定的 這是一個政策 我絕對 很好 我絕對不會去做那種事情 如果任何一個社團 或僑借的團體 如果拿對方的資源 或跟對方的官方 舉辦活動的話 我們的政策是基本上 就切斷 基本上 好 我希望這政策很明確 我們自己有一條紅線 好 外交部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檔案整理 或資料整理就是 中國大陸 打壓我 外交國際空間的一個資料 匯編 每季都會整理 每年有一個報告 但過去有上網 現在沒有 僑委會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在匯編匯整 中共在僑借打壓 或者是干擾 我僑務工作的一個資料的整理 我們內部 綜合規劃處 我們有做這部分資料的收集 有沒有整理 但是我們也有整理 那個列下來 但是我們沒有做這樣 整個公佈那樣 沒有沒有做這樣的公佈 你覺得這個重不重要 但是 要知己知彼才能夠百戰百勝 這個案例我們全部都有收集 對 那我們可以要求未來 在僑委會的專案報告 或所謂的 年度計劃等等裡面 年度報告裡面 把這樣子的一個重點 當作一個附件給我們看 可以 就是未來 有關中共在國際社會打壓 我僑借工作的這個相關的勢力 做一個整理 我想我們專案送給這個外交際國安委員 好 可以 因為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讓我們看到中國在國際社會上 在僑借是會進行打壓的 對不對 OK 好 另外 你剛才報告有提到 就是年輕一代的僑胞 或年輕一代的僑胞的下一代 對台灣的認同 或是對於整個僑借的認同 在減少嗎 我們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可以讓他們有吸引力 交互僑借的活動 我想我們 我們現在的做法蠻多的 那包括辦活動 請他們回來 或是在當地 跟我們的僑社一起來辦活動 或是說讓他們回國來參訪 或是參加我們研習會 這個我們幾乎三個處都在辦 那另外像我們現在最多 在美國地區最多 就是我們的英語服務員 就是早年的這個美嘉營 現在當然英語服務員 每年都有四百多位大學生 可是委員長 你剛才提到你們名稱叫 OVERSEAS COMMUNITY 對不對 可是我看 我上網去看一下 你們英文版的委員會的網站 所有的活動 基本上都是OVERSEAS CHINESE 什麼YOUTH WORKSHOP 等等一大堆的 都是用OVERSEAS CHINESE 所以你們吸收對象主要是誰 這個部分我沒有注意到 我想我來改一下 就說你們的宣傳 就是OVERSEAS CHINESE為主 這個裡面包括華裔青年 他也可以參加 有一些是包括華裔青年的 也可以參加 就只要是CHINESE ORIGINS 都可以 對 它就有些華裔 但是不包括大陸裔 不包括大陸裔 所以你們分得清楚 對 華裔的話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接受 好 接下來 喬生跟喬商的部分 這也是我們特別關心的 因為未來台灣的影響力 在國際社會 在很多國家 它主要是來自於喬生 跟喬商的部分 對 喬商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 喬生 有沒有一個目標 因為台灣現在少子化的影響 所以未來很多學校 都面臨招生的困難 對 我們有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 在今年度或未來幾年 我們在吸引喬生的部分 有一個具體的數目 有 我們現在本來是 我們以一年13%的成長 那我們希望說今年是 能夠達到一萬五千人 區域來源呢 區域來源是在 以東南亞為主 那麼包括 印尼 緬甸 泰國 越南 還有這個菲律賓 還有馬來西亞 這幾個是我們主要地區 那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外籍生 算不像我們的喬生 吸引的目標裡面 還是分開的 因為有一些 他按照個人的因素 他會選擇外籍生的身份進來 但是到了國內 我們都是一樣的照顧他們 OK 有一些像馬來西亞 他有一些他就選用外籍生 因為他有一些獎學金的問題 他選用外籍生 OK 因為剛才陳廷委員 還有王定遠都非常關心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目標管理 是 換句話說你設定一個目標 之後到年底或下年度 我們才能檢驗說 到底你的這個成效有多少 是 僑商的部分 因為這幾年來 你剛才提到 中國用一帶一路的方式 然後吸引僑商 僑資等等 然後回到他們國家的建設 我們有沒有目標 就是要我們在吸引僑商方面 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成效 我想我們現在在東南亞的 一帶一路主要是影響東南亞這一塊 對 沒錯 那東南亞台商 我們現在將近有 就是按照亞洲台商會的一個 統計將近有兩萬多家 那兩萬多家裡面 我們第一個工作 當然是要先鞏固住我們自己 不要被他吸引去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也跟那個經濟部的那個 吸引外資跟人才的那個部分 那個辦公室 我們也跟他一起到海外去 也是在國內 過去三年有沒有大的 是 我們僑委會可以感到很驕傲說 因為透過你們的協助 透過你們的幫忙 然後吸引我們的僑資 回台灣來投資的 有幾個案子在談 但是都還沒有成功 還沒有成功 還沒有成功 那包括我們在澳洲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 Nature Scare的那個老闆 他想回來 還有包括 那問題改來什麼地方 為什麼拖 土地 土地的取得 那這部分有沒有跟 相關國發會 或者說 經濟部外端的 我們有跟他們在談 有跟他們在談 最主要他那個 包括那個他要